今天我们来打一个失眠热线 12345 听说打失眠热线可以反映所有的问题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绕长高速特别的近 它每天的那个交通声音非常大 就想试试说看打失眠热线 可不可以给这一段的高速度加装一个隔音的透明墙 晚上的时候更是大声 越安静越大 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 我是住在一个绕城高速的边上 就是在花桥这边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听说可以打失眠热线 反映那个绕城高速的这个噪音 然后看是不是可以装那个隔音板在那个高速上 就是住在那个花桥绕城高速 它是高点还是高速 上海的那个绕城高速边上是 嗯 因为是这样子的 你说那个高速公路的话 我们在现在是没有管家权的 您或者像那个上海那边去反映一下客室 就是打上 对对对 它是属于高速对吧 呃对上海的绕城高速 嗯 你要么就是说 拨打一下那个高速上面也有客服的 你可以向他们反映一下 9677 嗯 9677 就是我直接跟那个上海的高速路反映这事是吗 嗯 这个是我们江都省的一个高速路客服的热线 你可以先拨打一下这个 嗯 9677 因为这个高速应该是属于上海的 它是那个上海的绕城高速 嗯 你你先试一下 如果说他这边说 你要告诉一下他这个到底是哪一个路段的高速 你先他是好的 然后你向这个9677去反映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不就只能向上海那边去反映了 哦 好的 好的 那我知道了 谢谢啊 看来12345并不是像传说中的这么管用 他们也有很多的管辖的问题吧 嗯 区域范围 区域范围吧 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呢 虽然是属于昆山 但是它是又在上海的绕城高速里边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可能还需要先闹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归谁管 所以明天我会先按照他说的再去打那个9677 就是江苏省的高速管理局的电话吧 然后明天看9677是什么态度吧 反正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很容易能解决的问题 不然每一段高速如果旁边有住宅区都会装隔音板 其实我看很多都有装 可能这边就是还没有不及到 对所有的人可能都去跟他讲噪音的困扰的话 他们可能才会比较重视吧 感谢观看